国民联盟上台执政后 反汤委员会针对槟城海底隧道工程 涉及舞弊案重新展开调查 反汤会副专员拿督库塞里证实 调查部中午传召了西蒙时代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到部城反汤会总部录取口供 也是槟城前首席部长兼扒演国会议员的林冠英 下午1点05分左右 在两名律师也就是民主行动党 雪兰儿蒲总国会议员戈冰兴 和槟城日落洞国会议员雷尔的陪同下 前往反汤会总部 协助调查这宗涉款高达63亿令吉的政府工程 在这之前反汤会已经传召了32人 包括一些涉及招标工程的行政议员 槟城港务局前主席周景言录取口供 现任首席部长曹关友也在7月7号 被当局传召协助调查 这里是金脱具的 因素器赢送门 出品报告 吸引国 Elризmtır 调查显 感谢观看